好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申报不实的风暴呢 民众党指控是因为会计师端木正漏报了款项 而时任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就在现在呢来到了台北地检署 将要来提告端木正 一起来关心目前现场的最新状况 要把时间交给伟红 好 直播 各位观众区 今天来关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呢 近期是呈现了这个假账 跟政治现金的这个假账风波 可以看到其实呢 从当天开完记者会呢 现在民众党呢 等于说是一次外界认为说是甩锅 把整个责任都是推给了这个会计师端木正 如果说呢 其实经过上个周末呢 党内是紧急召开会议来追查 就发现了 其实在约谈的过程中呢 包含像是民众党的陈志涵跟黄珊珊 都有是跟 还有他们的会计 他们的财务长李文忠 其实都是有来跟这个端木正 来进行正面的对决 其实他们就表示说呢 经过搜查之后呢 发现端木正其实确实有来进行调节这个账务 这款项将近两千多万元了 端木正当时是表示说呢 自己因为报账的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说他就来调节这个账务 把这个账务呢 分配到了什勒尼奥等等的这些公司 但是这样子的助账手法呢 也被外界认为说 民众党怎么可以甩锅给一个会计师 因为就这么刚好呢 甩锅到的调节到的账务的这些公司呢 其实都是跟柯文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哦 那现在外界就认为说呢 是否背后是有高人来指点哦 那对此呢 其实在当天召开完记者会之后呢 端木正本人呢 他就是发声明来强调说呢 整体事件呢 他绝对是依法行事 也相信司法会还给他清白 那今天呢 其实双方对付公堂 民众党今天也由 时任竞选总部黄珊珊来到现场进行提告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最新进行 先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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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说 OK 好 大家好 跟我说 大家可以吗 谁哪边 右边的吗 东森 东森 东森往下 好 先拿 好 好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们 今天来到这里 但我们要先跟大家说抱歉 因为今天早上呢 调查局的人员直接到台湖来进行搜索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在配合检方的调查跟搜索中 那因此今天在这个提告部分都还在整理资料当中 现在是要跟各位抱歉 我们要延后提告 那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强调是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过去以来的主张 就是 东森会计师 他擅自的调整了这个差额 是我们必须要捍卫清白的部分 那只是因为今天在配合检方搜索 所以目前相关人员都因为这件事情全力在配合 所以没有办法来到这里来递状 然后问一下 因为一般公司通常都是委托会计师来协助处理一些发票凭证跟查账 但是在竞选总部这边一开始的接账部分也是交由端木森这边来处理吗 嗯 我觉得现在这个部分呢 今天早上我也给大家看了 就是我们委任会计师在进行登帐 这个后台也都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由会计师跟他的助理来进行 key in到这个监察院的申报系统当中 那内部有监督他们key的东西的这个 所以我们也不会的 我们不会否认说 我们的确在内控机制上面出了问题 那这个呢 我们也要跟社会大众说 未来我们在内控机制上面 也会做进行调整跟检讨 因为现在都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这边目前没有办法回应 说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最自行调解吧 但是为什么你跟莫证没有用原本的载账 就是原本来载账 而是用其他公司的利益 这个我们也很想问他 这也我们也很想问他 为什么不是这样更麻烦吗 我想问一下 不会重新整理 不会重新整理 他只是因为现在的作业 因为因故而暂时延后 所以相关的这些市政 我们都还是依照原定的这些内容来进行 还是要针对这个维交文稠的部分的造成 是 是 没错 就是说因为他在灯载上面 有露灯的情势 然后呢 再加上他为跟竞选总部做沟通 就擅自调整这些差额 所以这部分呢 是造成我们这边的这个清育受损 那一个公关危机处理委员会会成立吗 什么意思 这个法律机缘公关危机处理委员会会成立吗 我想相关的这个委员会跟所谓的律师在做对应 其实都已经会在着手当中 陈文长因为外界上一质疑说 如果说只是会计师这边出问题的话 那为什么木可公司这边要解散 这是两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代替木可说 任何的他们公司的想法 但是木可当时成立 以他们的声明来看 他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选举过程期间 能够结合在地的店家 然后制作更多创新 而且呢是支持柯文哲的相关的产品 跟相关的文宣 那当然现在公司有公司的决定 但是这两件事是不能相提 放在一起提的 有人質疑说15笔漏报的那个只有11笔没有发票 这部分要怎么办 没有我想这各位误解了 就是说我们当天呢在出事的简报里面 大家可能只看到汇款记录 但是呢 它在背后会有 我们有些有出现这个发票 有些没有出事 那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扫描上去 这个部分我想大家应该是误解了 还有吗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 民众党发言人表示 由于上午调查局呢 来到了柯文哲办公室来进行搜索 正在配合检调当中 所以得要延后提告 但民众党依旧主张就是 会计师擅自调整了差额 造成了民众党的轻易受损 最新独家画面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总统大选的政治现金 遭人检举申报不实 而目前调查局就在搜索柯文哲的办公室 联系号请记者赵益杰来告诉我们 好主播马上带大家来关心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假账案 今天上午呢 台北地检署是指挥了调查局 针对两个地方进行搜索 第一个地方就是会计师端木镇的事务所 第二个地方呢 就是我人在的这个地方 是木可公关公司 以及柯文哲的办公室 那么透过最新的搜索你画面 你可以看到呢 事实上调查局的干员 他们今天早上九点多的时候 就已经抵达到台坡大楼了 针对里面呢 包含了木可公司的一些相关单据 都是进行了搜索 而且调查局人员 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 快三个小时了 他们人还在里头 要继续针对里面的账务进行搜索 哪些东西该问的 该拿的 哪些人该带回的 待会都会移送到台北地检署 进行复训 那么回顾一下这起假账案 最主要就是因为柯文哲 他被人检举 他的整个政治现金申报不实 而且大笔的款项呢 都流向了木可公司 对此木可公司 事实上他们第一时间是回应说 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帮柯文哲 做一些竞选小物的宣传 而且木可公司当时还说 他们即刻停止应运 看起呢 看起来就是民众党跟木可公司 想要切割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实际来到这里发现 台坡大楼的二楼 确实是柯文哲的办公室 但是同时也是木可公司的办公室 所以可以说两间公司呢 他们的办公室是共用的 以这样的状况呢 木可公司有办法跟柯文哲进行切割吗 同时在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端木正 他的会计事务所已经被搜索了 现在被搜索的进度呢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端木正他过去呢 是整个国宝集团 朱国荣 他的委任的财务长 他的背景守候 他过去也在案件中全身而退 如今他跟柯文哲杠上了 待会呢 包含木可 还有端木正事务所的人 都会被移送到台北 地检署复讯 只想象 闯入到这些消息 再把镜头交还棚内 民众党的政治献金案 检方兵分多路 全台湾大搜索 首先呢 要先来关心的是 调查局搜索了 会计师端木正事务所的最新现场 可以看到 由于这起案件呢 目前检调搜索了 端木正会计师事务所 还有柯文哲的办公室 以及相谈 约谈了相关人等 这样来关心了 是由于民众党的党主席 柯文哲爆出了 政治献金的假账遗云 曾经承办了民众党 选举活动的 时乐公司表示 没有开例其中的三笔 一共916万元的发票 台北地检署呢 就在上午呢 指挥了调查局 持搜索票 来前往了会计师端木正的 会计师事务所来搜索 目前最新的状况如何 等一下请记者 王晴化来告诉我们 好 继续带您来关心 这个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这个陷入了 政治献金申报 不时的云云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端木正他的 会计师事务所楼下 因为传出呢 今天早上 北检是大动作的 来到这边进行搜索 包含了带走了他们的电脑 还有文件 以及相关的东西 并且就是要来调查这个账目的部分 那么根据我们现场了解呢 这个这边的人员是表示说 确实这个端木正的会计师事务所 就位在这一栋建筑的十楼 不过对于今天早上北检 有没有人员来到现场进行搜索 是不给予任何的回应的 他们说不清楚 不过根据我们现场了解呢 这个端木正目前的手机是关机 对于讯息是没有回应 那么北检呢 也不愿意进一步证实说 是否早上有大动作搜索 但是呢 李斯他们现在已经把人 已经带回去了 包含端木正以及相关的人员 就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来厘清 因为呢 包含在先前 民众党就说这一些1817万 这一些这个大数目 都是端木正他自行来调整的 所以因此呢 就全部都是在端木正的这个问题 就是在他的身上 因此根据我们现场了解呢 在北检他们今天大动作之后 不排现在是以嫌疑人 来把端木正找回去来问案 那么接下来不排除 也进一步将会把他转为被告 以上是我们现场最新了解 将时间交换口内